欢迎来到美厅 开口闭口都是这些话的人 一定不要深交 我们常说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始于言直 静于智慧 何于性格 久于善良 忠于人品 可见 一个人的人品很重要 是决定两个人的交往 最终能不能走下去的关键 那么 一生之中 我们对遇到的形形色色 品行各异的人 怎么才能看出 其人品的好坏呢 常言道 言语及心声 谈吐见人品 一个人的品行如何 通过他的言辞 就能窥见一斑 开口闭口都是这些话的人 人品一定不会好到哪里 千万不要深交 一 挑拨离间的坏话 在偌大的社会里 有人光明磊落 有一说一有 二说二 有人阴险圆滑 爱好搬弄是非 有人见不得别人好 背后添油加醋的贬低 所谓 心口皆是是君子 心口皆非即小人 一个人 说什么样的话 往往就是什么样的人 有一则预言故事 狮子和老虎是好朋友 它们经常一起出去觅食 共同分享食物 狐狸非常羡慕 于是用各种好话 恭维对方 希望和它们成为朋友 狮子和老虎答应了 开始与狐狸分享 所列来的食物 饱餐过后 狐狸又想 狮子和老虎感情那么好 如果哪天 它们找不到猎物 就会一起把我吃掉 我还是先下手为强 挑拨它们的关系 让它们讨厌对方 决定好后 狐狸私下对狮子 说了很多老虎的坏话 随后又悄悄溜到 老虎住的地方 说尽谗言 然而 祭策最终被识破 自己也成了狮子和老虎的盘中餐 故事中的狐狸 就好比现实中的一些小人 最擅长颠倒黑白 挑拨离间 以便自己坐收羽翁之力 在他们眼里 没有所谓的朋友 只有自身的利益 当你身边出现这样的人 三番四次在你面前说 别人的坏话 或者不断地向你告密他人 如何编排你 那么你就要警惕了 人前不坦言 人后挑拨离间 这种人大都自私自利 奸诈狡猾 永远不值得信任 二 敷衍糊弄的空话 看到网上有人问 一个人从来不敢许诺 是不是一种缺乏勇气与责任感的表现 我想说 承诺是一回事 能不能做到又是另一回事 如果承诺说过就抛之脑后 那么还不如从来没有答应过 如果每句誓言都只是逢场作戏说说而已 那么还不如自始至终都保持沉默 生活中很多人应该都听过这样的话 我们那么多年交情了 有什么要帮忙的 尽管说 放心吧 这是包在我身上 回头我帮你问问 你等我答复好了 然而 当你真的找他帮忙时 他总有一百种拒绝的理由 当时信誓旦旦向你打包票 事后却忘得一干二净 摆出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 有时候 可能只是些小事情 却很真实地反映了一个人的人品 总是有嘴滑舌 喜欢糊弄 毫无担当 中庸里说 成者物之忠实 不成无物 事故君子成之为贵 成信 这个词 对于品行好的人而言 重达千金 对于无德无品的人来说 却轻于红毛 人无信而不利 与不讲信用的人交往 只会让你的生活变得越来越糟心 还是敬而远之为好 三 虚情假意的谎话 一位士兵被敌军追赶 途中碰到农夫 便向他求救 农夫让他躲在自己的茅屋里 很快敌军追到 问农夫有没有看到一位士兵经过 农夫嘴上说没有看到 手却悄悄指向士兵藏身的地方 可惜 敌军没有注意到农夫的手势 很快就离开了 等敌军走后 士兵没有向农夫道谢 就要离开 农夫责骂他不懂感恩 士兵回答道 如果你心口如一 我一定会向你道谢 故事中的农夫 一面对士兵表示慈善 让士兵对他感激 一面又毫不犹豫的出卖 来讨好敌军 两边都想得到好处 这就是典型的两面人 在你面前满面笑容 满嘴的人意道德 暗地里却往往包藏祸心 想着如何从你身上获取好处 现代社会里 塑料情意越来越多 千万不要轻信于人 有些人的甜言蜜语 可能是为贪图利益的谎言 有些口口声声说 愿为你两肋插刀的人 可能转身就将你推向深渊 当你遇到做做虚伪 满嘴谎话的人 远离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交友是人生的一件大事 影响着你一生的成败 好的朋友可以给予你帮助 让你获益匪浅 而坏的朋友多半会成为 你前进路上的绊脚石 让你一害无穷 所以 懂得分辨什么样的人可以交往 什么样的人不可以至关重要 如果在交往过程中 一个人开口闭口都是些坏话 空话 谎话 那么他的内心一定缺少真诚 他的人品更是不堪一提 和这样的人交往 只会有害而无益 甚至会为之付出惨重的代价 记得 交友有风险 则有需谨慎 一个人值 不值得交往 看他说的话就可以知道 订阅美听 我在这里祝你生活愉快 存在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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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